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被马贼拖拽 挣扎间磨破了衣裳 男人们将我推倒在地 周若窝在孟青州怀里 怜悯地开口 若三日后无人赎他 你们再与他洞房 也不迟 我被人糟蹋 在他眼里叫做洞房 孟青州冷着脸 抬手护住周若的眼睛 他说会送百两黄金来换我 土匪头子觉得划算 暂且放我一马 没想到 我这条烂命还挺值钱 我与孟青州成婚时 他只是个清廷的麦子先生 周若来接他那日 我才晓得 他的真身是国公府的柿子爷 香车宝马停在逼字的巷口 孟青州换上锦衣 他站在我眼前 明明哪里都没变 却又好像哪里都变了 周若的眼神 一刻都不舍得离开他 他扶他登入车内 紧接着也钻了进去 我跟着车夫坐在车缘上 脸上的水粉都没来得及泄干净 手忙脚乱 就像个多余的傻子 我被吊在山寨的高塔前 烈日曝晒 到第三日 神智已不是很清醒 我的喉咙又干又疼 想来这把嗓子算是毁了 恍然想起周若曾说 表哥说得果然不错 你唱曲唱得好 但你上路当真解闷解无聊 那时候我就该懂得 纵使败过天地又如何 我在孟清州眼里 自始至终不过是个玩物 只有周若 才配被他放在心肩上 我想着 带孟清州送钱来 我便回我的老家去 他自上他的富贵窝 白两黄金 买个恩断义绝 可惜他骗了我 约定好的第三日 孟清州 他没来 再见孟清州 是在两年后 比十方碧怀救下圣驾 醉沉之后摇身一变 成了御前红人 南巡回京后 他被封为殿前指挥使 赐住香荣府 一时间风头五两 香荣府有全京城最美的梅园 正好趁冬日未过 请贵人来赏 顺便结交 我在四四六局 敲定九席流程 回头就看见孟清州 站在我身后 死死地盯过来 这比我预想的相遇 时间要早一点 他的眼神阴沉沉的 恨不得将我掏出一个洞 不过失态也只是瞬间 下一刻 他便又恢复如常 君子端方 从容泰然 我微微凝神 目光平静地掠过他 由一致周若的脸上 他看见我就跟见了火鬼一样 吓得花容失色 大惊小怪 孟清州就为这么个货色 丢了我 眼光真是烂得可以 他会后悔的 擦肩而过时 他猛地拽住我的小臂 我吃痛低呼 公子 他的表情阴晴难辨 半赏 笃定地唤我 乱乱 我讨厌这两个字 公子可是认错人了 我含笑贫眉 甩胳膊正开他的手 里里变发 微抬下巴 聚傲道 我乃新任殿前 指挥使 方碧怀之妻 还请公子自重 孟清州瞳孔微缩 他一定不信 鸾鸾卑贱之躯 怎能嫁得良人 方碧怀忙到半夜回府 看见我趴在桌上打瞌睡 他横抱起我上榻 勾着我肩上的薄纱青笑 大晚上浪给谁看 也不怕着凉 真不是我故意惹他 实在是住惯了漏风的茅草房 此处的地龙烧的人心里发躁 我软软地攀着他的脖梗 半梦半醒地嘟囔 胡说 少冤枉人 话是这么说的 我的手却探向他的腰间 他抓住我的爪子 掌心地剪鸽的人又疼又痒 他拿额头抵着我 逗弄说 莫不是发烧了 这辈子 还有你来撩拨我的时候 与方必怀在一起时 总是他所求无度 我很少主动 我怕若我态上赶着 他会觉得我天性浪荡 不是个好女人 可是如今他盛名在外 光是今日我在外头逛了一圈 就听得无数女儿家 窃语他的名字 听得我耳朵都要生茧了 我又怕了 怕他会为哪家大户的女儿 弃我而去 我如此猜夺他的人品 方必怀心里头 很不痛快 作为惩罚 他好好地折腾了我一宿 快天明时 才许我贴着他昏睡过去 迷迷瞪瞪的 我听见他轻声骂我 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了 一张嘴又来气我 没良心的小白眼狼 宴会那日 我跟着方必怀 与众人见礼 孟清舟的眼神 挂在我身上 又痛又恨 仿佛当日 是我将他抛弃 我特地在梅园搭了戏台 台上演着鸳鸯寨 台下我跟着哼唱 孟清舟离得近 他一定听得见 他垂眼默不吭声 周若几次搭话 都被他眼神逼退 实在烦了 他起身离席 不知逛去哪里 周若神色不善 趁此机会 出声刁难我 夫人哼的曲儿可真好听 可也曾学过戏 学戏 是高门贵族眼中的下见识 有人帮腔 若不如夫人登台现场 让咱们开开眼 我从未因戏子身份 抬不起头 我爱唱着呢 只是如今 已经不能再唱了 窜多声此起彼伏 众人等着看笑话 方碧怀平不清云 多的是看不惯他的人 想给他下马威 想让他知好歹 想尽办法 要给他抹黑 他魂不在意 将割肉的刀 狠狠扎在岸上 突然想吃猪舌头 他拿帕子抹着手 懒散道 尤其是那种话 多爱锅躁的 趁心先割下来 生吃着嚼劲十足 各位老爷夫人也试试 他环视左右 笑咪咪的 瞧着人意极了 罢了 又话风一转 你们刚刚聊的什么 不要停 继续 四下却是鸦雀无声 无人再应 我往后厨去盯饭菜 抄劲道走 却突然被人拽进房里 孟青舟双目赤红 他将我抵在门上 孟乱乱 你打算跟我演到什么时候 我惊呼道 又是你 放开我 我不认识什么孟乱乱 世子爷的风流寨 可别找错人了 如今我明随心意 随心随意 是方碧怀给我起的 找错人 孟青舟冷亨 两年来 我日日派人寻你 一刻不敢停 如今 你嫁作他人妇 便失忆了 怎么 小小一个 店前使的正妻 比我国公府的贵妾 当得叔父 我真想撕烂他的嘴 当年 我是他三枚六聘的 正头夫人 如今在他嘴里 却只能做他的妾 他捏住我的脸 恨道 便是你化成灰 我都认得出 我狠狠咬在他的虎口上 趁他松手的功夫 转身就跑 他眯眼 猛扯住我的衣领 孟乱乱 你就是欠收拾 他卡住我的腰 伸手扯乱我的衣领 我的尖头 刺着一朵小小的鸾花 若叫他看见 就全完了 从我认识孟青舟起 他便是斯文有礼的 君子做派 没料到他发起脾气来 竟也让人害怕 一时情急 我拔下金簪 刺破他的手 他总算放开我 一大条伤口往外冒血 他拿帕子捂起来 抬头看我脸上挂着泪 他笑 梦乱乱 伤的是我 你哭什么 我哪里是哭 我分明是喜极而泣 我就是要孟青舟 对我念念不忘 就是要他再看到我 实情难自今 否则刀子捅下去 他怎么能感觉到痛呢 我举簪子对着他 抬袖擦擦脸 柿子爷 我再说一遍 你找错人了 我姓随 也不叫什么乱乱 听着就俗气 他脸色一黑 半赏咬牙 被过身略显落寞 低声道 嘴硬 罢了 你走吧 来日方长 我倒要瞧瞧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梅圆宴后 不少人给方碧槐抛来橄榄枝 大概都以为 他是个粗鲁野蛮 没有脑子的武夫 招入麾下后 定好拿捏 周太卫府大房 洗得柜子 发来请帖 我带上鹤里前往 到时周若正随着周夫人 在大门口迎客 他一见我 立刻凑近周夫人道 就是他 母亲 跟表哥在外时 娶来的女人 长得有九分相似 您说 那人该不会没死吧 周夫人面上 带着温婉的笑 知道 什么娶来的女人 那就是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剑蹄子 你坑里的臭虫 也妄想飞天成龙 活该它命短 你沉住气 且看看眼前这个 是什么来头 我在土匪窝那几日 不仅毁了嗓子 连着耳力 也损伤几分 现下长长耳鸣 方碧槐便教我读唇语 他可厉害了 一身记忆 也不知道是吃过多少苦 才学来的 不过我也厉害 两年便学得他六七成 聪明 这不是我吹的 是方碧槐夸我的 我拖着半残的身子 在席上耳听八方 眼观六路 周家大郎年于三十 终于盼来一子 本来是件高兴的事 偏偏二房不省心 明明是小侄子的满月宴 二房媳妇林氏 又带着自己一双林儿 在席间出尽风头 大有当年孟清州家里 两房相争的前兆 不幸的是 孟清州的父亲拜了 幸的是 没过几年 他二叔拜变得恶极 突然撒手人寰 这才叫孟清州 他父亲重新长家 不过说来说去 苦的只有我 本来只想寻一个如意郎君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没想到人家 是下凡历劫的大罗神仙 一朝归位 得要我以命相送 饭后甜点是雪花烙 呈上来时 周若肆无意提起道 这里头加了核桃粉 咱们没有人吃不得吧 我不仅吃不得核桃 连碰也不能碰 当年孟清州让我给周若 包和桃皮的时候 我的十个指头 肿得像是被门家了一样 这两年调理过后 虽不似那样严重了 但大夫叮嘱过 不该吃的还是不要碰 我端着碗的手一顿 知道周若盯着我呢 若是不吃 难免惹他怀疑 我往嘴里送了一口 赞道 口感滑润 甜而不腻 太为府上的吃食 果然样样精良 周若长舒了口气 如此喜形余色 周夫人瞪他一眼 他与我笑道 娘子爱吃便多吃些 我点头 又生生塞了半碗雪花烙下肚 半个时辰后 我与雀竹使个眼色 他心领神会 退出房内 又过了一刻 忽然有人来报 方家娘子快去瞧瞧吧 您身边那丫头不好了 我眼皮子一跳 本想着让雀竹在外面 消磨会儿时间 到时候 我借着寻她的名义退场 找个间隙吃口脱米药 怎么到真出事了 周夫人客气两句 问要不要紧 来人答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只应付说 叫大家继续乐着 别为一点小事扫兴 跟着小丝一路走到后院 她在我家马车前斩首 请我上车 我撩开车帘 就看见雀竹正跪在里头 肿着半张脸 挂泪瞧着我 孟清舟做得端正 手里捏着我的脱米药丸 放在鼻下袖着 她眼带嘲弄 笑问我 你如今姓什么来着 也不必我答 接着道 随姑娘 上车说话 我沉脸 问她是什么意思 这丫头手脚不干净 趁着你不在 在车里翻箱倒柜 你瞧 我替你在她身上 搜出个宝贝 闻着便价值不菲 她带着看透 我的神色 啼笑肉不笑地问 这药 治什么的 我压着火气 这是脱米药 狮子爷快别闹了 把救命的药给她 孟清舟轻笑 知道 装啊 怎么不继续装了 她以为 是我承认自己过敏 却不知道 为了以防万一 我提前就吞过药了 那一碗核桃烙 于我而言 便当真只是个甜品罢了 孟清舟将要递到我嘴边 吩咐我张嘴 我斜眼盯着 她修长的手指 骂道 给我干嘛 给雀竹 她愣正的功夫 雀竹却忽然倒地 我赶紧爬上车 一把抢过药丸 送进她嘴里 狮子爷真是好大的威风 喊打喊杀到别家的奴婢身上 我瞪着孟清舟 她回过神 却直接掀开我的袖子 看到我光滑的小臂 她喃喃道 你吃核桃没事 不可能不可能 我可能不是孟乱乱 这件事对孟清舟的打击 似乎有些大 她如此精明的一个人 甚至都没有查看雀竹是否真是过敏 便匆匆离开 等到她的衣袍再也看不见了 雀竹才从地上爬起来 她甜甜嘴角的伤 向我讨赏 夫人 要好苦 脸也疼 这个月的月银多给点倍 要摧毁一个人的信念很简单 只需要在她十分确信某个猜想时 抛出一个铁打的事实去否定她 其间巨大的绝望 会让人失去理智 即使这个事实 是经我捏造 夫妻夜话 我将这件事当成笑话 讲给方碧怀 本想听她夸我聪明 结果她的注意完全跑偏 孟青州爱你 她冷不丁地扔给我一句 那是自然 否则她也不会再重建我时失态 更不会因为孟乱乱 或许真的死了这个事实 失魂落魄 可是 有什么意义 我瞧着她这样 只觉得虚伪 方碧怀将我揽进怀里 搂得紧紧的 像是在提醒我 与我同床共枕的是她 不是旁的任何人 她应当是吃了点飞醋 我抿嘴笑笑 伸手回报她 就像过去的每一夜 在黑暗里 两只伤痕累累的野兽 抱团取暖 孟青州在听语楼里养着一个戏班 我长女扮男装 溜去那儿听戏 半个月后 她终于出现 感觉消瘦不少 这回她没再莽撞 见到我时 只是点点头 轻轻一笑 笑里有些苦涩 我翻翻眼皮 没理她 她自顾自地 在我这桌落座 与我到从前 使她唐突 多有冒犯 请我原谅 神态倒是很诚恳 我吐了口瓜紫皮儿 梅之声 直到一曲唱完 我手头的点心也吃梅了 挑眼瞧向她 半冷半清灭道 只嘴巴上说有什么用 若真觉得对不住 我听说这地儿是世子爷的 我伸手招来个跑堂的 交金道 再给我来三碗杏仁烙 两碟子苏果 一壶龙井 然后直指梦青州 我轻哼 拳击在她帐上 她望着我的指尖 低笑着摇摇头 吩咐跑堂按我说的做 日后来这儿 吃的喝的 拳击在我头上 只要你高兴些 我没搭话 就抓着一把银瓜子 往戏台上撒 明觉连生正在泄目 戏耍两个把式 我跟着众人欢呼雀跃 你喜欢她 孟青州放下手里的茶盏 突然凑过来 与我贴耳道 我带你见见她 去不去 我与连生可乘 是相见恨晚 我要她教我摆两招 她的手正要牵上来 孟青州 却狠狠咳嗽一声 连生收手 眼面轻笑 罢了 姑娘 我们式子看中的人 轻易可动不得 我即刻反驳她 你不要乱说 我家夫君 是新任殿前指挥使 不比什么式子威风吗 我跟你们家式子 可没什么瓜葛 孟青州轻扭着眉头 众人尴尬地戳在一旁 看着她的脸色 不敢说话 我可不管那许多 自觉没去而到 看来我说错话了 罢了 我还是走吧 我提脚出了厅语楼 孟青州跟出来 沉生问我 下次你来 想学什么 我叫连生教你 我不理她 提脚上了马车 透过车窗的缝隙 瞧见她神色黯然 应当是很失落 我掐算着时间 等她在希望与失望之间 挣扎得差不多了 推开窗 冲她勾勾手 就像再叫一只狗 孟青州大概也觉得有些受辱 扮上略显憋屈地凑过来 我趴在窗边 露出些小女儿家的姿态 与她道 那你去跟连先生说好 我跟她学习这事 可不要教方闭怀知道 我向前探着脑袋 与她说悄悄话 这是我们的 小密密 孟青州江在原地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生怕坏了气氛 我收回身 潇洒地摆摆手 知道 走了呀 罢了毫无留恋的官窗启程 剩她一个 戳在原地回味着今日的苦与乐 此后 我常常跑去听雨楼 但从不知会孟青州 她算不准我的时间 便日日都去瞧一眼 我对她时常爱搭不理 不过钓鱼嘛 总得掐点给她些鱼耳馋一馋 我亲手做的点心 分给大家伙 读不给她 但一定会多出一块 就一块 撂在桌上 让她去猜 是不是我故意留给她的礼物 后来听说 她不喜甜 于是我做的点心里 就少放了好多蜜糖 让她去猜 是不是我有意迎合她的口味 这种苦中作乐 若即若离的感觉 会让人上瘾 这一日 莲先生邀我试穿她的戏服 我有好多年没碰这些衣饰 在摸到手里 竟然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孟青州笑我 就这么高兴 瞧你那点出息 她表面上不在意 可她的眼里分明 有惊艳之色 便像她头一次看见我那样 在那个不大不小的镇子里 破破烂烂的戏台上 穿着旧旧的衣裳 略是粉带的我 和那时落难 清平却难遮风骨 不眼金贵的她 只是物是人非 沧海桑田 曾经我对她一眼钟情 非清不嫁 如今我瞧着她 只剩恨 只剩艳 还需压着一刀捅死她的冲动 与她逢场作戏 周若的声音传进来时 我下得赶紧躲进衣柜里 顺手还烧上孟青州 表哥今日没来吗 你们这里新进来了什么美人 将我表哥勾得整日不见人影 是你 还是你 我听见周若在外头耍微风 拿着板子往旁人脸上抽 压抑的物业声 听得我很难受 班主不敢拦她 只得陪笑打哈哈 姑娘 这几个都是老人了 熟脸呢 求您高抬贵手 打烂了脸 他们明日不好登台 咱们不好跟世子交代啊 你少拿 表哥压我 难不成 他还能为几个下贱的戏子 跟我置气 我是什么身份 他们几个也配叫我记着脸 打 给我狠狠地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平日里是怎么个放荡的样子 周若在外头作威作福 整整半个时辰 戏班子闹得鸡飞狗跳 你躲便躲 拉着我做什么 孟清周丝毫不在意外头 柜子不小 他偏要和我挤在一处 他说着埋怨我的话 但透过贵逢漏尽的光 我便看见他满脸笑意 那米滚出去 我做事要推他出去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忍笑低语 别闹 仿佛这是个有趣的游戏 当然更多的 还有他压抑已久的冲动 在这一刻 得到了一丁点的肌肤相处的抚慰 我与他呼吸交缠 脑袋几乎埋进他的怀里 我能听到他故作镇定 却根本不受控制的心跳 我不打算破坏他的连篇遐想 甚至故意地表现出一些暧昧的紧张 就像个怀春少女 让一个有着优秀伴侣的女人 为自己动心 是个男人 都会觉得无比自得 在暗光里 我眼睁睁地看着孟清洲靠近我 唇齿只剩之齿时 我偏过头 他的唇擦过我的耳朵 孟清洲 我随心意不是谁的替身 我就是要让他去猜 我是讨厌他 还是讨厌他将我当成旁人 我递给他无数疑问 让他每日每日 脑袋里只剩下我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随心意 我 他的解释被我打断 想说的话 却没机会说完 会让人憋到发疯 周若已经走了 我推开柜门 看见满屋子狼狈的少女 我留下许多钱 跟他们说了抱歉 我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厅语楼 孟清洲只当我是为方才的 以你感到慌乱 他笑眯眯地跟在我身后 显然很喜欢看到我为他 手足无措的样子 直到我登上马车 隔着紧闭的门窗 与他道 日后我不会再来了 他才自乱阵脚 带着万分不解的口吻 问我为何 如果是我冒犯 不是的 我用三个字告诉他 我不介意他的冒犯 我将他的征服欲挑向最高点 可我接着说 我不能再来了 我不愿意连累无辜的人受伤 你家表妹不是好惹的 你与我 我们都安分些吧 几日后 听说孟府世子 与周府千金闹得很不愉快 就为了几个戏子 周若的手确实伸得太长 如今的世道 他便是嫁给孟清周 也不能随便动他的人 更何况 他眼下还姓周呢 周夫人赏那几个被打的姑娘 许多银子 又让周若跟孟清周道过歉 这事儿便算结了 厌过刘痕 总归 双方都觉得伤面子 心底难免扎下一根刺 我要做的 就是让这根刺再扎得深一些 让伤口溃烂 发臭 下午晌 我提着绿豆粥 去街坊碧怀下职 恰巧在宫门前 碰到孟清周和周若 他们俩婚期将近 皇帝很是关心 听闻前几日的不愉快 便宣他们进宫去聊聊 再赏些东西 以表重视 孟清周出来时异性阑珊 抬头见我 眼中一亮 还有些情窦初开的少年模样 周若本来高兴 但顺着他的视线看见我 笑容立刻消失不见 在看到我手中的石河 他愣着过后 渐渐生疼起肚恨 我的石河是自己画的 孟清周还说又丑又怪 整个京城找不出第二只 周若一定认出来了 那日在戏班 我就把他摆在桌上 他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本事 他直冲向我 我还未来的极箭里 就被他掀翻石河 一巴掌打过来 我没躲 被他打偏脑袋 金钗都甩去一边 孟清周的呵斥 对他根本无效 他气疯了心 他心爱的表哥 果然没忘了那个贱人 不管我是不是孟乱乱 总归 还是那张脸 勾得孟清周魂不守舍 表哥 我们都快成婚了呀 你怎么能与他暗通款取 你对不起我 这个贱人他不要脸 他被孟清周拦着 脚下还冲我踢打 又喊他家仆从将我围住 说要押我去进猪笼 在这团糟乱里 我瞧见方碧怀拉满宫 一只长剑射穿了 抓着我头发的老玉 人群煞时间安静下来 他驾马停在我身边 居高临下的眯着眼 问道 脸是谁伤的 周若咬咬牙 骂道 我打得如何 方指挥好大的威风 你杀了我府上的人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方碧怀不慎在意 笑说 请便 他翻身下马 站在他眼前 眼神在他左右手上 来回打量 带着不动声色的强势 你是哪只手剑的荒 动了我家夫人 这下周若不敢吱声了 他窝在孟清周怀里 紧紧缩着 方碧怀又笑了 周姑娘若不说 那方某 便自己猜了 他猛地抓起周若的右手 我听见他一声尖叫 疼 表哥就我 孟清周立声道 方指挥 你看清楚你眼前的是 谁家千金 方某脸盲 认不出 方某只知道 宫前喧哗闹事 先斩 后奏 方碧怀的手肉眼 可见地加重力道 再下去 周若的右手便要折了 我并不想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开口拦他 他全当听不见 却突然有个姑娘换他 方大人 你答应过我 凡是会三思而行的 他就像一捧泉水 柔软清凉 什么都不必做 一句话就浇灭方碧怀的所有怒火 来人仙气飘飘 是京城有名的才女 孟清周的包妹孟屈颖 他带着脱俗的傲气 看向我时 冷静金贵 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 我看得出 他喜欢方碧怀 但他压根就不觉得 我是他的对手 没把我放在眼里 眼见方碧怀松手 他满意地勾勾唇脚 从袖中掏出一枚荷包递过来 上回看见你的荷包不美观 诺 我第一次做 你可不要嫌弃啊 方碧怀垂眼不看他 知道 不合适 他转身抱我上马车 冷眼瞥向孟清周 骂了句 废物 隔着车窗 我听见周若被孟清周狠狠推开 哭喊声没落在马蹄之下 方碧怀黑着脸给我上药 骂道 不让你掺和老子的事 你压左耳进右耳出 老娘稀罕管你 老娘抱老娘自己的愁 我一肚子气 扯下他腰间的荷包 冷笑 嫌我手艺差 别用 罢了给他锤的满头包 第二日 方碧怀回府晚了 脸上的伤 已有人为他仔细涂上药 腰间的荷包 也换了个花样 是梦驱迎座的那只 我和他陷入一场心照不宣的冷战 我搬到西院 已有月鱼 方碧怀从没来看过我 外头的流言满天飞 说的全是他与梦驱迎郎才女帽的灯队 还说我性情乖张 殴打亲夫 不知死活地勾引孟卿舟 得罪舟弱 若被羞气也是活该 我坐在连郎边 对着月亮自针自引 想着方碧怀 想得睡不着 独居这些时候 我渐渐沉迷饮酒 孟卿舟在我身边坐下 我将头从怀里抬起来 瞧瞧她的夜行衣 笑了 生平第一次 我为个女人偷鸡摸狗 姑娘还不赏我口酒喝 我又没求着你来 你也不是天杀的方碧怀 来了 也是叫我图天失望 我埋着头在地上抠土 她起身蹲在我眼前 捉住我的手 为我细细擦拭污糟的手指 指甲都劈了 不疼吗 我满腹委屈 化成眼泪和愤怒 抬手抽了她一巴掌 滚蛋 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被你害得还不够 是你勾引我 是你妹妹勾引方碧怀 凭什么全程我的错 你们孟家人 一窝子不知廉耻的坏种 她也不恼 摸摸我透红的面颊 但笑说 谁让你天生长了一张 招惹我的脸蛋 皇后办了场簪花宴 请帖送到府上 方碧怀上职时 稍我进宫 她近日情绪不佳 一路上绷着脸不吭声 我撇着她腰间崭新的荷包 翻了个白眼 赎紧 带出去 够有面子的吧 她看也不看我 不嫌不淡地开口 还有五个被我扔在书房里 你想要 自去拿 我被她噎得一肚子气 真是不明白 孟屈营看上你这无赖什么了 方碧怀无声笑了 口吻带着讥讽 她说 我是世间少有的 端正君子 她起身 衬衬衣袍 掐住我的下巴 靠过来 我从前就说 没人能比你更了解我 只有你知道 我是这世上 最无赖的无赖 宴会上 我被人冷落 独自窝在 湖心亭的角落 喝得熏熏燃时 梦屈营来找我 她开门见山 方碧怀那样的男儿 此生应当要做人上之人 她值得更好的 能对她多有注意的女人 我靠在玉栏杆上 叼着酒杯笑问 谁是更好的女人 孟姑娘你吗 她被我的轻视弄得不爽 冷到 不论是谁 总归不会是一个 岌岌无名的山野乡父 你是在吸她的血 孟姑娘 我一个山野乡父都知道 你一个未出格的姑娘家 对着我说这番话 实在越界 我眯眼凑近她 满不在意道 其实我也觉得 孟姑娘很好 只是可惜 方碧怀似乎不这么想 我还从未在她嘴里 听到过孟姑娘的名字 孟曲营端着架子 摆出一副 不跟我计较的姿态 她好就好在 顾念旧情 她的视线定格在不远处 方碧怀带着一队人路过 她唇边勾起笑 势在必得地问我 你说 若你我同时落水 她会救你 还是救我 我自然不会陪她玩 如此低质的游戏 愿意跳弧 她便去跳 只是不要连累我 我往后撤两步 离得她远远的 孟曲营追上来 吃我 你不敢试 我听孟青舟说 她这个妹妹 从小吃过不少苦 性子多少有些偏激 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此处离岸边上远 真等方碧怀过来 没准儿气都没了 为个男人 真不至于赌命玩 我随便抓了个娘娘 想聊上两句 摆脱孟曲营的纠缠 那位娘娘却被我吓了一跳 手里的东西筐荡掉在桌上 是一把金色的剪刀 我还当是剪花用的 她却突然拾起来冲向皇后 口中大喊 贱人 你还我孩 亭中顿时大乱 我扯了她一把 她力气大的吓人 将我推倒在桌边 方碧怀 以带人赶过来 她遮在孟曲营身前 视线在亭中寻找 待看到我时 范氏的娘娘已被压下 她上前将我捞起来 抓着我的手查看 有没有伤到哪里 有 我冷脸从她怀里抽身 哪里 我戳戳她胸前的铁甲 笑道 伤到心了 在你护着孟曲营的时候 这儿疼了一下 方碧怀张张嘴 像是要说什么 皇后却突然唤我 多亏方夫人舍命拖延 才叫本宫躲过一劫 她要赏我 我猜 是想拿我做样子 体现她知恩图报的人德 毕竟已有很多人说 皇上接连丧子 与皇后脱不了干系 她也得想办法 给自己找不找不 我欣然受赏 只是什么样的赏赐 能让我将丢掉的脸面 拾回来呢 我看看方碧怀 再瞧瞧梦曲营 想来她应该是高兴极了 因为我与她同时落难 方碧怀选的人 是她 今日一遭 定会让她对 拿下方碧怀这件事 信心倍增 往后 她只会更加殷勤 我也该功成身退了 我斟酌半赏 拜倒在皇后脚下 我要求 求她赐我与方碧怀和离 和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有圣人发话 想来会省去许多麻烦 说起来 我也算是朝中第一个修夫的女人 这回着实风光了一把 四下哗然 便是梦曲营 也没有想到 我放手放得如此潇洒 方碧怀攥着剑柄 终是觉得面子上下不去 扶袖告退 丢下一句 但凭娘娘做主 我从方府搬出来那日 特地挑了个快要天黑的时辰上路 马车驶向城郊的庄子 半路上被人挟持 失去方碧怀的庇护 我就知道周若不会轻易放过我 他将我绑到江边 月黑风高时 寂静无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跟姓方的合理 不就是为了方便勾引我表哥吗 他说得不错 不过也只说中了一半 我说过 你这样的女人是要被进猪笼的 我一口唾沫吐在她脸上 冷笑 你以为谁都拿她当宝贝 那种色令之婚的混蛋 谁是色令之婚的混蛋 孟清周不知躲在暗处偷听了多久 终于忍不住出声 他躲不出来 吓得周若一时失语 表哥 他伸出的手被孟清周扶到一边去 他的声音冷得能凝出寒冰 我有没有说过 不准动他 周若喊道 到底为什么呀 表哥 就因为他长得像那个唱戏的 你得记清楚 你嘴里那个唱戏的 就过你的命 孟清周不愿跟他废话 摆摆手 叫人将他拖走了 他蹲身替我松绑 美好气道 我色令之婚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漂亮 我撇撇嘴 难道不是吗 我明知故问道 世子怎么会来 我送给你那么多封信 你回也不回 怎么 想一走了之 你真以为你一个富到人家 有钱便能安稳活下去 他一直派人盯着我 我知道 孟清周骂我不知好歹 多少女人排队享尽我国公府 你倒是好大的架子 我低着头部吭声 他拍拍我的后脑勺 叫我起来 我抠着手指 扮上 孽如道 腿软了 你扶我 他扑痴笑出声 将我横抱着 满眼戏血 逗弄我道 我还以为 你是个不知道 害怕的傻子呢 他沉沉声 负在我耳边问 接下来去哪儿 我听你的 我称怪地盯他一眼 我去哪儿 我有得选吗 他看着我的神色 十分满足地笑笑 雨带蛊惑道 跟我走吧 我会对你好的 永远对你好 自打孟清周 就下我一命 我就总是黏着他 不敢远离分好 从前被我吊着 若急若离地 如今这样被我需要着 他高兴地 几乎昏了头 对我有求必应 那日他带人回府 说要谈正事 我与他提要求 爷们的事情 我也不爱听 但你得让我能看得见你 你们去园子里说吧 我坐远些还不行 他笑说都依我 我靠在鞦韆架上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 二人用虎语谈过一阵 话题转到周太尉府上 世子 咱们府与周府 好歹是表亲 这么多年 有钱一起赚 如今将他们 推出去挡刀 会不会 孟清周冷冷一眼 看得那人 不敢再多话 小的只是不知 到时候该如何向周姑娘交代 交代 我需要向一个死人交代吗 孟清周面无表情 提起周若 就像再说一只路过的蚂蚁 虽然我不同情周若 但看着孟清周的样子 还是不免为里翻江倒海 这个男人无情地 让我觉得恶心 他抛弃我的那天 神色如此时一般 金贵如周若 在他眼里都可任意杀寡 大概当年的孟乱乱于他而言 连个人都算不上吧 我低头苦笑 懒得再看 掉头却见不远处 方碧怀站在狼边瞧过来 听说孟国公最近对他频频示好 下定决心要拉拢他 好像也就半个月没见面吧 他的下巴上涨起一节胡茶 我有点手痒 想给他刮刮脸 过了会儿 狼间多出一抹粉色 孟曲莹提着裙摆跑向他 他长叹一口气 提脚离开了 我问孟清周 方碧怀看到我在这里 会不会惹来麻烦 他凑到我眼前 笑咪咪的 小白眼狼终于养熟了些 知道担心我了 他对我信任和依恋 与日递增 放心吧 孟清周十分自信 比起因为你和我孟府闹翻 我想 他大概更想要做我孟府的成龙快叙吧 他说这话时已有几分罪态 口纹里带着不屑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 世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 都可以拿钱全去摆平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带着引诱 孟清周慢慢靠过来 我斜眼瞧着他 将近时 一脚踏在他胸前 将他蹬倒在地 训狗 就得一边给着填头 一边拿棍棒敲打 孟清周 我来你府上 不是坐见自己陪你睡觉的 我早说过 没明没分的事 我不干 他愿意养着我便养着 若觉得自己吃亏 我走便是 孟清周忍了又忍 没舍得跟我发火 只是这晚后 他一连几天 也没来找我 我难得清闲 看不着他 真是吃得好 睡得香 过得舒心极了 那日 我主动寻他是好 走到书房前 从里头飞出来一个雁台 差点砸到我脸上 进门一瞧 周若正风了一样 将屋内的摆设砸了个精光 一片狼藉中 孟清周端坐在太师椅上 无悲无喜地瞧着他 就像在看一场闹剧 周若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为什么要出卖我的父亲 我们两家明明那么亲近 孟清周好像听到个笑话 讥讽道 太尉大人向我施压 我没办法 只得自保 算不得做错吧 父亲向你施压 是因为他 周若指着我 恨道 若非你为他迷了心志 父亲怎会敲打你 你别忘了 我父亲助你回到国公府时 你答应过他会娶我 无论有没有我 孟清周都会对付周太尉 区别只是早晚 我的任务 只是在他长成参天大树前 让他们自相残杀 让他亲手 斩掉自己一半树根 周若向我扑来 人还未到 就被带刀侍卫压到在地 我踩过他的手 走向孟清周 让他清清楚楚地看着 我是如何在他怀里 小意温柔的 杀人诛心 莫过于此 脱去刑部 问问他们怎么办的是 谁放的漏网之鱼 就地打杀 等到周若被拖走 孟清周懒懒地靠在我肩头 笑说 平日里碰一下都要咬人 怎么今日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推开他 转身起来 手扶在太师椅左右两臂上 将他圈在其中 你别美 我只是炫耀给他看的 我这人牙字必报 心眼小得厉害 若有人招惹我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将他扒皮抽骨 拆吃入肚 因为一张走私兵器的清单 周府在一夜之间倒台 跟胡人的生意 全部落入孟清周手中 这几日 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往来于国公府 胡人的首领 生性多疑 三番四次要求孟清周 去边赛 与他亲自会面 洽谈接下来的合作 终于在秋季前 孟清周决定北上 我本不愿意跟着 只是某日问了一嘴 方碧怀与你家妹子 可是好事将近 他看我那富吃心的样子 怕我惹是生非 便说什么都要带我同行 直到动身前 我还赖在榻上不要去 孟清周也不逼我起身 直接将我抱上车 搂在怀里 拿我当三岁孩子红 在外风光秀丽 还有许多漂亮衣裳 金银首饰 你不去挑挑 会后悔的 那儿的乳酪也好吃得很 若你喜欢 我便拆人学回来 但你总得 自己尝尝和不合心意 对不对 他岂知道 我跟着方碧怀东奔西走 那两年把天下都跑遍了 我不爱漂亮衣裳 也不爱金银首饰 我只爱那个 把最后一口水流给我喝 用体温给我五粮烧饼的少年 半个月后 从经中传来消息 方碧怀与孟屈营定下婚约 又过了半个月 他突然恶急 无人敢进其身 得到消息时 我们正在孟清州的友人家中休整 这一路 说是游山满水 孟清州 却总是很忙 他与一群人 在不远处谈事 我虽听不见 却看得懂 老实说 他忙 我比他还忙 我一字不漏地 将孟清州通敌叛国 走私兵器的细节 记在脑袋里 他的同党 他的窝点 他的路线 他的手段 每晚入睡前 我都要复习好几遍 秋末时 一行人终于到达边赛 孟清州陪我玩了几日 还给我请了个胡人师傅 专门教我做胡饼 他来厨房时 我刚刚炸完锅 碟子里一堆黑乎乎的饼 他嫌弃地拿起来瞧瞧 你是不是想要死我 我从面粉里抽手 夺过饼子 冲他抛个白眼 你想吃你还不配呢 转连我捧过一碗 羊乳烙地过去 满不在意道 这才是给你的 孟清州的面色多云转情 他大口吃光一碗乳烙 跟我说要出门一趟 见朋友 我笑 哪个朋友 破拔 他猛地顿住脚步 回头盯着我 张张嘴 却发现一个字 也吐不出来 我在羊奶酪里 下了让人口不能严 身不能动的药 方碧怀和杨副将 提脚进屋 孟清州身边的侍从 已全部被清除干净 他眼睁睁地看着 方碧怀 换上他的衣裳 拿走他的令牌 带上他的斗笠遮住脸 此次刺杀拓拔的行动 凶多吉少 我有点舍不得 方碧怀去冒险 他捡起焦黑的胡饼 大咬一口 难吃得令人发笑 他用拇指抹掉我的眼泪 揉揉我的头发 调侃侃道 晚饭能不能做点像样的 犒劳犒劳你男人 我吸溜着鼻子保证 下一锅出来的 肯定特别好吃 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来 亲自尝一尝呀 我和方碧怀从一开始 就在演戏 我负责搞定孟清舟 待在他的身边套取情报 他负责对付孟屈营 利用他获得孟国公的青睐 好能自由进出孟府 与我理应外合 我读孟清舟的唇 方碧怀读我的唇 虽然我们说不上话 但只是远远打个照面 他也能知道 我想让他知道的所有事 我们领受黄命 铲除叛国通敌的奸人 一路北上 已然摸清孟清舟的所有底牌 只等事成之后 便可为方碧怀的父母 洗刷冤屈 方碧怀袁姓林 父亲是个小经官 为人没什么大报复 但好在人很老实 日子过得还算美满 有一日 他神色焦虑地回到府中 吩咐妻儿快快收拾行囊 他无意间撞破孟国公府 私通外敌 再留下去 命不久矣 可惜一家人逃到半路 便被杀手追上 十六口人的血 染红了白化林 方碧怀当时只有九岁 早早就被吓晕过去 等他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乱坟岗里 大概是因为他浑身染血 杀手们还以为他真的死掉了 粗略地查看 让他侥幸逃脱 方碧怀这一生 做过乞丐 当过跑堂 演过杂耍 他随官兵来剿匪时 正好碰到我拿簪子 捅破了老土匪的喉咙 他说 就那一眼 他就知道 这辈子除了我 没人能配得上他 此后 我陪着他从一个小小的牙医 一路走到殿前指挥室的位置 其间吃过的苦 受过的伤 早已让我们血肉交融 再也分不开了 孟青州赤红眼圈瞪着我 我笑盈盈地松掉外衫 将尖头的衣裳 往下扯了扯 露出那朵娇艳的鸾花 柿子爷不是总想包光我吗 您瞧 这朵花美不美 他气急攻心 嘴角有鲜血躺出来 他一定恨死我 也恨死他自己了 毕竟孟鸾鸾是个软柿子 他怎么能蠢到 被他耍得团团转呢 但他忘了 如今我是随心意 是方碧槐手把手叫出来的 有仇必报 尖牙利爪的随心意 输给他 你不冤 连我都斗不过 孟青州的那点本事 想来还不够方碧槐色牙缝的 我端着做好的胡饼提脚出门 再不看他一眼 从此 我只是随心意 是方碧槐一个人的随心意 方碧槐产奸臣 杀敌手 旁人一辈子也做不成的事 他花了几个月 一股作气全部拿下 皇帝封他为千姬侯 他没客气 照单全收 一夜之间 京城变了天 他了一座国公府 却又千姬侯平地起高楼 所有人都以为 方碧槐野心勃勃 会走全臣老路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圣上忌惮打压 他却突然辞官 只留下绝风 不沾染半点朝堂恶事 离开京城那日 他带我进宫拜别陛下 我有点舍不得呼风唤雨 受尽追捧的风光日子 咱们白拿钱不干活 是陛下亏了 他劝我 见我还是一脸郁闷 他翻身上马 将我扯到他怀里 我们去各地 会会从前那些欺你 如你之人 让他们跪在地上 叫你姑奶奶 可好 如今 我可是侯府夫人了 我一听 这事 当下来了兴致 只觉得头也不晕了 气也不短了 方碧怀被我逗得发笑 杨颠甩在马屁股上 宫中骑马 可是大不静 我惊到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 他笑答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